作为内娱综艺的领头羊 芒果在殷宗领域的成绩和口碑尤其突出 殷宗还得是芒果这句话早已经深入人心 2020年我是歌手官轩停播后 芒果一度失去了内娱殷宗的霸主地位 但仅仅是两年后的2022年 芒果就凭借生生不惜强势回归 再次竖起内娱殷宗新标杆 第一季的港月季虽然有强烈的献礼属性 但芒果很好地做到了献礼 科普和殷宗的平衡 前辈歌手宝刀不老 新人歌手表现不俗 实现了歌手、节目组、金主的三方共赢 港月季之后 宝岛季的阵容虽然备受诟病 但与国内现存的其他殷宗相比 芒果依然诚意满满 如果说宝岛季都不是好殷宗的话 那内娱真的没有好殷宗了 一季节目根本难以完全展现港乐和宝岛音乐 所以这两个戏分领域一定还有续集 而且何炯开玩笑提到的新马季 大概率也会被安排 宝岛季受惯号 观众们一度很好奇生生不息 第三季会是什么主题 如今答案终于揭晓了 那就是中华季改名后的嘉年华季 而且节目已经于11月22日进行了首期录制 嘉年华的阵容已经不是秘密 首期节目共有14位歌手亮相 分别是毛阿敏 韩红 孙楠 黄启山 古巨鸡 胡彦斌 王心灵 潘维维 陈楚生 张琪 汪苏龙 玉可为 周深和宋亚轩 其中 网传除了毛阿敏和张琪外 其他12人都是嘉年华季的常驻歌手 当初毛阿敏被曝将加盟嘉年华季后 不少观众都感叹芒果确实有两把刷子 浪姐二开始与那英合作频繁 去年的时光音乐会二请到了酒味露面的田镇 如今又说动了同样显少参加殷宗的毛阿敏 内地歌坛三大天后都被芒果请动了 但可惜的是 毛阿敏被曝仅仅是嘉年华季首轮录制的飞行嘉宾 韩红和孙楠无疑是这一季的两大家长了 一山南绒二虎 这样安排也算合理 值得一提的是 网传嘉年华季第二轮录制的飞行嘉宾是张碧成和阿云嘎 又是两位之前加盟过歌手的嘉宾 看来导演洪孝在指导歌手期间确实积累了不少人脉 阿云嘎近两年活跃在音乐剧行业 而张碧成则频繁亮相于老东家浙江卫视的音宗 兼具人气、国民度和实力的他 其实更应该多多参加芒果的音宗 他加盟浪姐的呼声每年都很高 希望明年的第五季能看到他与芒果双向奔赴 相较于港岳季和宝岛季 正如嘉年华季的名字一样 首期录制的选曲有很强的时代印记 比如被曝光的相约1998一封 加书李八强的影子上海滩等 以及大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大中国 当初中华季这个名字被曝光时 相信不少观众就能预料到 选曲可能走的是这个风格 但至于正片开播后能否兼得热度和口碑 就看节目组和歌手们的发挥了 毕竟第三季的阵容除了熟面孔多之外 整体实力方面没毛病 当然啦 流量属性很强的宋亚轩 已经遭遇了不少质疑声 但贷款嘲讽本就是不可取的 更何况 从首期录制的观众曝光来看 宋亚轩搭档谭维维合唱的《山河图》备受好评 谭维维驾驭这首歌当然没难度 但是宋亚轩惊艳了很多路人观众 唱功 态度 舞台表现力和表情管理 都拿捏得十分到位 他有望在首期节目就惊艳观众 杀眼口碑大反转 作为已经是国民级殷宗生生不息的第三季 嘉年华季的上星首播时间 可能是12月2日晚间10点 网播时间目前没有消息 但应该还是不会台网同时播出 殷宗的成败与否 阵容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尽管嘉年华季被吐槽是 《我是歌手》的回炉再造节目 但如果抛开这一点不谈 这一季的阵容其实完全不输 港月季和宝岛季 甚至更强 正片依然值得期待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依然是年度爆款 不出意外的 所以他在写主赤 这一季的阶段 这一心的阶段 所以我们呢 就行